到目前為止 布林肯在華府還沒有接見秦剛 他已經到任一年半了 那我想這是 我覺得他外交上刻意的一個貶義 而且是一種不友好的表現 因為本來美國駐中國的大使 一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辦法見到王毅 可是我記得大概差不多一個半月之前 王毅在北京接見他了 那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大家講這種對等 就是說回聘啦 這個英文叫reciprocate 這個在外交上很重要 你做了這個我就reciprocate 我就相對的回報你 可是美國到現在還沒有這樣做 可見美國我覺得他們這個 目前的這個外交手腕 是有問題的 外交是基本上是不要走到死節裡面去的 而且一定要從某種程度上來看的話 那就是極度不友善 極度不友善 我不曉得就是說秦剛他在這個說 要回北京之前 布林肯會不會在這個華府 以他駐美大使的身份跟他見面 我覺得還有幾天不曉得如何 不過秦剛你剛剛介紹他的那個資歷 泱泱沙沙 其實他最重要的一項資歷 你剛剛沒提到 我認為他最重要的一項資歷就是 外交部禮賓司司長 對啊跟那個習主席一直出去訪問的時候 對因為雖然這個職位只是司長級 可是他是可能外交部裡面 最有機會跟這個習近平一起直接接觸 而且長時間接觸 你知道這些國家元首 這種高層官員出國的時候 心情都特別好 為什麼 因為他國內的時候事實上是日理萬機 壓力很重 他光坐上飛機 過一個這個週際的 十個小時的飛機 他可以睡得非常 他可以睡得非常的舒服 所以事實上很多這些 國家領導人很喜歡出國 對他來講 是一個比較輕鬆 有趣的工作 那這個裡面 秦剛正好做的這個李明司長 我覺得他跟這個習近平之間 建立了非常密切的一個關係 真的是他在這個 中國大陸那麼多外交官裡面 他是真的是運氣最好的 那當然他自己本身會做李明司長 這個也是相貌堂堂 通常去做李明司長都要挑外型的 所以又我想得到這個 習近平的肯定 那麼以他的這個升遷速度 那麼第一個他當作做駐美大使的時候 就有一點破格 因為他過去都在歐洲服務 那麼他自在英國駐英兩次 從來沒有到過任何一個 美國的管處服務過 還去就去做駐美大使 可見他當時就已經受到上層指定的栽培了 去了一年半就讓他回來 這裡面當然這個跟當時 就跟已經想到二十大人事布局有關了 那這個王毅非常的能幹 他這個劍數非常的多 可是年事已高 那麼他這個日常的這種衝刺 第一線的折衝他就要交出來了 他去接誰呢 接了楊潔篪的棒子 對 到了楊潔篪的棒子 那就更是接近乘風了 就跟這個 尤其在這個他過去 除了這個外事辦 對外事務辦公室也 王毅很熟悉啊 這個台灣事務 他做過國台辦的主任 所以他把這個楊潔篪的兩個帽子都接下來 他比當時楊潔篪還要更佔優勢 就是台灣事務他也非常的鮮熟 所以現在這個習近平的做法 看起來他都是非常老練的老手 在負責重要的工作 像這個王毅就是一個例子 接下來這個 我覺得這個秦剛 他在美國這個一年半的這個震撼教育 我覺得最主要他要能夠了解 美國這個民族性 跟他那種政治體制的運作 我想一年半在華府時間並不長 而且他中間還有時間 我看他常常跑出去什麼 跑到Iowa去演講 其實在華府 是一個完全的一個權力鬥爭的一個場域 那麼他在那邊如果說能夠真正深刻體會的話 我想他以後掌握美國政治 美國政客的心態 應該可以掌握得不錯 不過整個來講 我覺得他是未來的 他可能如果都做得很好的話 以他的年紀 他可能也可以做十年的外長 中國大陸的外長 這個1949年一見過以後 不多 外長都可以做十年八年 做五年的都算短的 他現在57歲 我想他做了67歲 只要中間他表現得很好 應該是可以把這個認住 可是呢 應該是中國外交責任最重 最艱困的十年 那他這個王毅已經把他的這個整個的政策掌握得非常清楚 基本上加強跟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 可是跟美國還是斗而不破 然後呢台灣問題重中之重 紅線化的一吋都不能讓 所以我覺得這些大的這些政策 有王毅在幕後幫他掌舵 我想他應該可以 對一個比較 並不是歷練還很完整的一個外交官 做中國大陸外長來講 我覺得他也是運氣不錯 有王毅幫他頂在那邊 那他站在第一線 我覺得就會跟王毅一樣 可能要一年到頭封城樸樸 到處除了陪著元首出去外交之外 他自己還有很多出訪的任務 可能一年365天 可能有265天都在這個世界各地穿梭 所以我覺得他供逢其盛 那我也是職業外交官 我蠻羨慕他有這個機會的 能夠挑起大樑 然後把他的裁學 能夠這個充分的施展一下 對啊其實也可以預告一下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中國大陸外交官的外交部長 每次開年的第一個出訪 就是什麼 是非洲 就是重視非洲 所以我相信呢 這個秦剛未來也即將會訪問非洲嗎 尤其來看到這個新的佈局 亮哥您怎麼看 針對台灣的部分 宋濤要接任是國台辦主任 然後呢他也被講說 曾經擔任外交部的副部長 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的副主任 然後也被說外交層級最高 歷練最豐富的一位 顯示中國大陸要提高對台工作的 重視的程度 好台灣這邊也是呢 針對中國大陸非常熟識的 張五月老師 他說呢由 副國級的宋濤出任正部級的 國台辦主任 顯示對台灣議題的重視程度 是上升的 好那他其實呢 跟習主席在當年呢 在福建呢 也有工作有些重疊 好那看到呢 針對台灣議題 因為美中關係 就會扯到台灣的問題 那台灣的兵役呢 延長一年 到底有沒有美國壓力呢 12月27號的時候 蔡英文說呢 要從四個月的這個 義務役啊變成一年 2024年的元旦生效 好就是呢 2065年出生的這些開始義男就是如此 他講的這些關鍵 備戰才能避戰 能戰才能止戰 只要台灣夠強 青年就不用上戰場 無比困難的決定 好他也強調說沒有美國壓力 但是AIT27號發文了 說呢 針對這件事情的改革呢 台灣啊就是對自我防衛承諾 並且強化嚇阻的能力 非常讚賞 好然後呢 蔡英文呢 29號到澎湖去視察 海龍挖兵啊 結果就首次證實了 美軍有訓練台軍 這些相關的說法 好其實早在去年7月的時候 美國前國防部長訪問台灣 他最近的時候又說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我當時就跟蔡英文建議 異物議要延長為一年 男女接兵 美國早就建議了啊 蔡英文之所以會 這麼久才做出決定 不是因為美國啦 而是因為國防部反對 所以他主要是在說服國防部 因為你要把台灣的這個兵力的結構 改成烏克蘭模式嘛 這個國防部是反對的啦 所以他主要是在溝通內部啦 那當然是美國施壓這還用說嗎 反正蔡英文有關美國的發言 就不用聽啦 他就是傀儡啦 美豬他也說美國沒有施壓啊 台積電郡美國他也說沒有施壓啊 對不對 這跟台灣人自己的認知真的差滿多 我看沒有人 沒有人相信他講美國的部分 不過這個部分就是先得到 國防部真的反對 因為你 你異物議這麼多 蔡鳥兵只有一年訓練 到時候跟職業軍人混合 你怎麼調度作戰 我覺得這個會是很大的問題 不過這個以後再說啦 反正蔡英文會說 反正我卸任了 那也不干我的事啦 反正下一任的台灣領導人會 很辛苦 就會遇到這個問題 一定會痛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宋濤是一個很特殊的任命 因為他身上有三種經歷 第一個就是在福建大概23年 所以多少一定會認識很多台商 這是必然的 所以你也可以說他是有台灣經驗的 當然也跟習近平共識過 第二個就是他從事政黨外交 所以他也認識蠻多民進黨的人 對 據我瞭解他跟邱帶三 洪其昌都是認識的 OK 那邱帶三跟洪其昌你也知道嘛 就是這兩個人都跟賴清德很熟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巧妙的布局啦 當然這樣安排好像 就是意味著他對民進黨作為台灣的 我們且不要說2020會不會連任啦 那至少他是一個主要力量 那就要有溝通的方式 那當然還有第三個啦 你不要低估他的第三個 他事實上對亞洲很熟 他事實上當過菲律賓的大使 他也曾經代表習近平去北韓三次 所以他跟金正恩也很熟 那很厲害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就隱含著 中國大陸認為國台辦主任要有哪一些認知啊 比如說你可能 比如說剛剛那個有講到 說這個小馬克思去北京嘛 可能對台灣議題的措辭 就會比以前要強硬 對 那個因為你也知道嘛 那個軟腹重去就做了空前的表態 所以我認為 中國大陸大概也會希望亞洲的周邊國家 對台灣議題 要有比較一致的想法啦 那這個是 這個也是在做超級很準備啦 就是說如果真的發生衝突的時候 那希望亞洲周邊國家不要 不要有太多其他的意見 那另外就是 這個 我們說他的政黨外交的經歷嘛 所以他事實上認識很多 各國的政黨的領導人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會 他可能看問題就會有 他跟劉潔毅比較不一樣 劉潔毅就是純外交官 那他可能就會有比較多面的思維啦 比如說政黨的政治思維 亞洲的角度 然後還有這個福建省 待那麼久的角度 還有對民進黨了解的角度 大概是這樣 對那尤其是大家都知道說 台灣的這個議題 會牽動的是中美的關係 那尤其來看到現在呢 美國的部分 又在呢打台灣牌嗎 尤其拜登29號有簽書 2023年財年的綜合撥款法案 提供台灣的20億美元 需要償還的軍事的融資貸款 然後NDAA更別說也簽署了 要給台灣5年內提供了 100億美元的無償軍援 每年最多20億的美元 倩姐你怎麼看 因為美國其實呢 也有一些挺台灣的一些學者 比如說這個智庫白銘 以及呢何瑞恩 他就呢在外交事務有撰文說 華府在軍事層面上過度關注台灣議題 會讓北京逼到牆角 加速習主席進犯台灣 應該要怎麼樣 美國要多做少說嘛 鼓勵用和平的方式達成台灣民眾 能夠接受的方案嘛 也要給北京一些空間 所以他是希望台灣和平的嘛 那尤其來看到呢 美國呢針對於這些事情 第一島鏈的部分 現在被說呢 越來越往後退 那就叫第一島鏈台灣啊 日本啊 跟澳洲往前衝嗎 尤其來看到 遼寧號最近啊 衝出第一島鏈 關島是守不住了嗎 你看看在12月25號這個點啊 你看遼寧號到這個地方 距離關島 來 太近一點 這麼近 只有600公里而已 然後這個 倩姐也有說嘛 林里茲號在這邊嘛 遼寧號在這邊 你看這個博弈是如此的 好 那中國大陸呢 也是亮劍 那美國也是希望 第一島鏈這些國家 能夠往前衝啊 我們如果仔細去看 2022年的話 美國對於中國大陸 可能是說好話說盡 但是背後所出的招呢 是連綿不絕 所以這個連續出招中間 你仔細去看的話 看起來美國對於中國大陸 還是在做一個攻勢的衝突 offensive 它不是守勢的衝突 在不同的地方 從川普開始 從貿易戰開始呢 絕大部分都是美國出招 中國大陸因應的 所以在這個一直不斷的 攻勢衝突的情況之下 最終會演進到 真正的衝突的可能性 還是存在 這是為什麼我們覺得 不容樂觀也不容小覷 但是從一個競爭到最後的 軍事衝突 它中間一定會有導火線 它會有主要的競爭的戰場 那在亞太地區 或是印太地區的話 真正的戰場 我們也講過很多次 美國也承認過 或者認知過很多次 就是台灣 是重中之重 是紅線中的紅線 所以當美國開始 不斷地在做軍武戰備 對台灣做這些行動的時候呢 我覺得在台灣的人 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 就像亮哥說的 當我們聽到所有的官員 跟蔡英文都說 沒有受到美國壓力的時候 應該是美國的壓力 告訴他們 要說沒有美國壓力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仔細去看 美中的衝突的本質 到底是什麼 他們常常說 這不是冷戰 我也覺得不是冷戰 因為冷戰是一個制度衝突 是他們在亞爾達密約的時候 就講過在全球大範圍之內 無論是在東西德 南北韓 南北越 都是兩個制度的衝突 然後用代理區域的方式呢 去比賽哪邊贏了哪邊輸了 東西德是西德贏了 南北韓 南北越都是另外 大家在做這種制度衝突的競賽 這個是 這個是兩邊認知的冷戰 他們沒有直接的對抗 可是現在 中國大陸對美國做了什麼事情 讓美國要對它發動呢 我們想了半天啊 真的想不通 因為第一沒有領土邊界分配的問題 不像以前北約東擴在烏克蘭 的確就造成了領土跟邊界的問題 第二個 沒有國家安全跟區域穩定的問題 譬如說 美國在做門羅主義的時候 就是你們歐洲的老牌強國 不要到美洲我們的後院來 那麼這個是那種區域中心主義 所以沒有國家安全區域問題 中國大陸沒有要去美洲 去影響美國的這個主導權 也沒有國際組織秩序規則的問題 中國大陸並沒有去UN挑戰美國 沒有去WTO挑戰美國 沒有在任何的國際組織挑戰美國 甚至它都是福音原來美國所建立的 有秩序的 有規則的國際秩序 都是福音那些東西 所以你看這次王毅也說嘛 全球治理 我們要回到這些基本原則 就是秩序啦 國際組織啊等等等等 那它到底涉及的是什麼 就是涉及在全球大範圍之內的影響力 我覺得這就是美國的真正問題 它覺得它的影響力在下降了 而影響力下降的方式 並不是別人用什麼軍事去掘奪了領土 不像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在亞洲掘奪了那麼多的領土 而是真正的自然而然發展出來的 剛才講順水推舟 順理成章的那些關係 那些關係是硬的是實打實的 所以全球範圍的影響力改變了 科技的絕對主導權改變了 在我們資訊革命的時候 大家都接受美國所主導的 資訊革命的秩序 現在怎麼辦呢 最後是利益分配的能力改變了 因此美國對於中國大陸 不斷地出招的結果 我認為在最近會看到的 是一邊是科技戰 因為科技戰是軍事戰的前哨 科技戰本身也就是戰場 另外將來的軍事衝突 還是會越來越多 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扣款贊助 知識中天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與評論 請聽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在這裡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